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HSK考前辅导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可以帮助考HSK四级的同学 做好准备和复习的工作 那可以帮助你在考试的时候呢,获得更高的成绩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书写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看图和根据这个词写一个句子 那我们前边呢,已经学习了 如果遇到了adjective,要怎么去写句子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看到了是verb 那你应该去写什么样的句子 才能够获得更高的分数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verb,那一般的structure是subject,verb,object 但是呢,你不可以直写subject,verb,object 这个是不对的 比如说呢,你不可以说我喝咖啡 那这个句子听上去是对的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contact才可以啊 context才可以 比如说我去咖啡厅,我的朋友问我你喝什么 我说我喝咖啡,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在这儿写 比如说他是衣服 那这个句子是有点奇怪的啊 这个句子对于这个没有context的话 就觉得非常奇怪 而且呢,这个句子特别简单 所以呢,老师不会给你特别高的分数 这个是需要同学们稍微注意一下的 那么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句子写得特别长 然后呢,得到更高的分数 我们就要让这个subject,verb,object这个句子呢 变得更复杂一些 那变得复杂的方法呢,有很多 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可以说正在 正在是最简单的 这个verb的phrase里边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他正在做什么 she is doing something 这个比较简单 那我可以说他正在是衣服 他正在是衣服 这个句子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个句子还是有点简单 那我们再来试一试 把这个object变得长一点 因为subject已经不能更长了 就是他,对吗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正在是一条绿色的裙子 他正在是一条绿色的裙子 好,那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了 他拿的是一条绿色的裙子 所以呢,我们可以写一个比较长的句子 第一呢,是有正在 让这个verb变得更好一点 然后另外呢,这个裙子 我们加了一个一条绿色的裙子 所以object也变长了 那这个句子你拿到的分数就会比较高一些 好,那我们除了用这个正在以外 我们还可以用勒,用遮,或者用过 那勒的话呢,在这儿呢,可能不太合适 因为感觉他还没试 就他先看一看 还没试 所以用勒不太合适 那用遮呢,我们可以说 他拿着一条绿色的裙子 打算是一是,他拿着一条绿色的裙子 打算是一是,这个也是可以的 拿着 she is holding 也可以 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用过 但是当然我们像那个勒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不太适合用过 因为他还没试 如果他已经试了 我们也可以说他试过这条裙子了 但是觉得不太合适 或者说他试过了这条裙子 觉得非常适合他 也是可以的 我们第一呢,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用正在勒之过等等 可以让这个句子呢,变得稍微复杂一点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可以用verb,正在verb 或者是verb勒,或者是verb过 那我们还可以用的就是 第一个是把sentence 如果大家对把sentence不太熟悉 可以去看书写的第一个部分 那在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非常多的语法 就是grammar 那如果你的grammar觉得不太好的话呢 我建议你去学习一下 那在这个grammar的siri里边呢 有一个部分就是把sentence 那把sentence 如果你在书写的第二部分可以写的话 分数一定会特别高 但是要求你一定要写对 要写对的句子 那对的句子一般来说是 一个人把一个东西verb 然后结果怎么样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句子 那或者是你可以用这个 placeverb the object 那这个呢 我们也在书写的第一个部分 也已经学过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同学 一定要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书写第一部分 跟大家说了一些 在汉语里边非常对的句子 可能会在英语里边 或者别的语言里边 你会看上去特别奇怪 有一个就是这个 在一个地方 verb 遮什么 这个是比较难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 这个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 这两个图 那如果我们用 bar sentence 我们要怎么说啊 第一个是 你看到一个女人 对吧 她正在打扫 但是给你的verb是 收拾 因为收拾和打扫的意思 是很近的 所以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可能会不认识这个词是什么 那你可以根据这个图来猜一下这个词是什么 那如果不是打扫 那就一定是收拾 好 那简单的句子 我可以说 这个女人正在收拾房间 这个句子是对的 可能会给你两到三分 比如说 那但是如果我用bar sentence的话 就可以给到你五分了 比如说 她把房间收拾干净了 我们学把字句的同学 如果你已经学过的话 这个句子对你来说 一定是非常简单的句子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句子 你可以写出来 一个人把一个东西 verb怎么样了 就是他把房间收拾干净了 那或者是你用bar的另外一个structure 就是麻烦你把房间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的bar structure里边 学过的一个structure 所以呢 你可以再去复习一下这个bar structure 好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图收拾 然后我们用bar sentence 那另外这里呢 有一个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应该是一个 看上去是一个男人 但是没有关系 然后旁边他拿着一个一幅画 那么这个应该是他要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所以我们可以说 用bar sentence是 他把画挂在墙上了 因为verb就是挂 对吗 所以他把画挂在墙上了 好 那也可以用第二个句子 就是墙上挂着一幅画 墙上挂着一幅画 那这个句子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呢 都有点难 但是你们呢 要去学习一下这个structure 这个在你的语言里边一定是没有的 但是在汉语里边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的句子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要小心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 老师这个句子太难了 我觉得我不能写对的句子 我很担心 我写错 那我建议你就不要写了 你可以说什么 你可以说 他正在挂一幅画 他正在挂一幅画 或者说 他正在挂一幅非常漂亮的画 就是你把你的object变得长一点 这个也是可以的 当然分数可能没有那么高 可是我觉得三分或者四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是我们的两个例子 那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汉语里边有一些词 一定要说verb一下 verb一下 那这些词呢 你们也一定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注意一下呀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那这个是男人呢 把花藏在后边 然后呢 可能他在问这个女人 你觉得我给你带了什么 那这个女人要猜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识这个词 这个是猜 to guess 好 那这个猜的话呢 在汉语里面 我们常常说 你猜一下 你猜猜 那然后呢 猜了以后的结果 这个result是猜对了 或者是猜错了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图是男人让女人去猜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那我可以说 你猜一下 我给你带了什么 你猜一下 我给你带了什么 或者是你也可以写 男人让女人猜一下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或者你可以说 玛丽猜对了男朋友带来的礼物 玛丽猜对了男朋友带来的礼物 这样的句子也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 常常你不可以说 你猜他带来了什么 而是说你猜一下 这样的动词 常常要说猜一下 那跟这个动词一样的动词 还有一个就是长 因为这里边你看一下有饺子 然后筷子呢 把饺子加起来了 然后动词是长 这是一个verb 那长这个词 还有是这个词 它们都是一样的 你尝尝 你试试 你尝一下 你试一下 那像这样的动词 在写句子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你不可以说 你尝这个饺子怎么样 你必须要说 你尝一下 这个饺子好不好吃 一定要说 你尝一下 如果你说 你尝 这个饺子好吃不好吃 那就是错的 就是不可以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或者是我尝了一下 这个饺子特别好吃 我尝了一下 这个饺子特别好吃 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呢 大家在写作的部分呢 你如果遇到了verb 那但是不是所有的verb 都是一样的structure 有的verb它比较特别 你一定要用特别的structure 那同学们就要问老师 老师我怎么才能知道呢 那答案就是在 你在准备HSK四级考试的时候呢 你需要去学习HSK四级的词汇 那学习词汇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去看 这里有一个词 这个词是什么词 是verb adjective adverb 还是none 好 我知道它是verb 那这个词我要 它是什么意思呢 那它用的时候 应该怎么用呢 它常常和什么样的词在一起呢 大家一定要去学得非常深 非常deep 那这样的话 在考试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得非常好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看一些练习 那这里有四个图 那这四个图呢 全部都是verb 都是verb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四个图 然后呢 大家试一试 能不能写出来句子 而且你要去试一试 你能不能写一个很复杂的 但是有很对的句子 那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是一个verb 它常常是subject verb object 那你可以试试 能不能让subject更长 能不能让object更长 或者是能不能用一个非常特别的adverb 或者是能不能用一个special structure 比如说把sentence等等 你就可以试一试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呢 是大家可能不太认识第二个字 第一个字大家都认识是打 那第二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看看他在做什么 他 他在做什么 那同学们可能会有两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就是化妆makeup 那第二个答案就是这个打扮 那打扮就是decorate 就是打扮 那是人打扮自己 可以穿漂亮的衣服 可以化妆 这个都是打扮 那现在大家来试一试 打扮这个词 然后看到这个图 你可以写什么样的句子呢 那有的同学非常快 他马上想到了一个 他说他正在打扮自己 他正在打扮自己 可以非常好 那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要写两个句子 我会说 因为有一个晚 因为他要参加一个晚会 所以他现在正在打扮 那就更好了 你写了两个句子 你还写了原因 这个更好了 好 那我们再来想一想 还有没有别的句子呢 第一 他正在打扮 第二 今天有一个舞会 要好好打扮一下 也可以用一下 好好打扮一下 那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新的句子 就是这里有一个de 这个是双人的 那学过书写第一部分的同学 一定还记得这个的怎么用 对吧 还记得吗 比如说 我说汉语说得非常好 再比如说 也可以说 我今天玩得非常高兴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 什么呢 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 我今天特别饿 我现在因为饿 所以肚子疼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说 我饿得肚子疼 那都是用这个de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打扮 你们觉得这个女人打扮以后漂亮不漂亮 非常漂亮 那我们可以说 他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 他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 这个也是可以的 好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大家呢 可以再想一想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可以用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可以用 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更好的句子 那如果你不确定对还是不对 你可以给我们发微信 可以给我们发wechat 然后我们帮大家来看一下对还是不对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 这个是他在睡觉 这里有一个闹钟 那这个词是醒 这个词是醒 那可能很多同学不认识这个词是醒 或者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醒 大家都知道你困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睡觉 对吗 那你躺在床上 大概两分钟或者五分钟 然后你就睡着了 你就睡着了 就这个时候 you fell in a sleep 就是已经 现在你躺在床上 别人叫你 你已经听不见了 那就叫睡着了 那睡了八个小时以后 或者九个小时以后 你已经睡好了 已经觉得够了 然后你睁开眼睛 你睁开眼睛 这个时候我们说 你醒了 你醒了 这个是awake 这是awake 你醒了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女人正在睡觉 她的旁边有一个闹钟 但是看上去 她还没有醒 她还没有醒 所以第一个句子 我们可以说 看上去 她还没有醒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写两个句子 闹钟已经响了 可是她还没有醒 这个也是可以的 对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句子呢 比如说 我加一个上班时间到了 她还没有醒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上班时间到了 她还没有醒 所以她可能会迟到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用的是一个bar sentence 就是闹钟没把她叫醒 那这个句子就比较难了 可能很多同学都不一定能够写出来 那但是你可以记一下这个句子 为什么呢 我们在书写的第一个部分也跟大家说过了 那就是有的时候structure非常难 你记不住structure的时候 你可以记example 记sentence 如果你记住了这个句子 那下一次你差不多可以写出来一样的句子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好 那这个是醒这个词 那这个醒呢 它的用法是比较难的 可能很多同学会猜 比如说 啊这个 他会觉得这是wake up 那或者是他会说 啊这个闹钟醒我 啊 那这样的词的用法 大家不能只是根据它的英语的意思去猜 然后去写句子 那这个时候常常是错的 大家要注意呢 在HSK一级或者二级的时候 你学习的 noun就是 noun verb是 verb 它们都比较简单 你可以directly translate 但是在HSK三级或者四级 开始出现非常难的grammar 开始出现非常难的verb 或者是adjective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词你可以翻译成awake 或者是wake up 但是你不可以说跟英语完全一样的句子 那个时候句子一定是错的 啊 所以这个方面呢 也是希望大家在脑子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意识啊 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在学习词的时候 我不能用英语去翻译它了 我必须要去想 这个在汉语里边是什么意思 它怎么去说句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是 可能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不认识这个词 那怎么办 你看图啊 在这个图里面是一个男人给另外一个男人做什么 剪头发 对吗 但是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这是三两个字 不是剪头发 那剪头发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理发 啊 理发 那理发这个词在HSK四级考试里边常常出现啊 常常出现啊 比如说在听力里边有啊 在这个阅读里面也有 或者是在写作里边也有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不可以再说剪头发了 你要说理发 好 那简单的句子 很多同学一定可以很快给我答案 连想都不用想 直接就说 他正在理发 非常简单 啊 那或者是说 有同学可能说 老师我可以加一些时间 我可以说 今天他来理发了 也可以加一个时间 或者是说 他可以说 今天他要在 他在理发厅 理发 我可以加一个地方 但是 这样的句子 对于HSK四级来说 就有点简单 可能会给你二分 或者三分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 说更难的句子呢 他正在理发 可以 师父正在 给我理发 给我理发 啊 这个就稍微更难一点了 那另外就是 我今天去理发了 我今天去理发了 那或者是说 我们也跟大家说过 你可以写两个句子 比如说 reason 他的头发长了 所以今天来理发了 那或者是 你可以说 result 你可以说 他来理发了 他觉得师父很好 他很满意 就是他来理发了 那理发以后怎么样呢 他觉得非常好 他非常满意 这样的句子也是可以的 啊 那么大家要注意 理发这个词呢 他在和很多动词 不太一样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不可以有 object了 不可以理发头发 因为发就是头发 那在汉语里边呢 有一些动词 有一些verb 是本来就是verb object 所以你不可以在这个词的后面 再来一个object 这是不可以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见面 见面 那如果大家翻译成英语的话 是meet 是meet 但是呢 如果你用英语翻译 去说句子的话 你会发现 你一定会说错 你会说 明天我要见面 我的朋友 那现在老师要告诉你 你不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 因为在汉语里边 见它是verb 面是face 所以意思是say the face 不是真的meet 那它的意思是meet 如果我要去说句子 我应该怎么说呢 明天我要跟朋友见面 明天我要跟朋友见面 那这样的句子 这样的词 大家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它 因为这个词的后边 不可以有object 因为它的动词里边 已经有object了 比如说 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结婚 结婚 大家对这个词一定非常熟悉 我可以说 我已经结婚了 他还没结婚 这样的句子都可以 但是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 我们要结婚了 那我要说 我要结婚他吗 不可以 我应该说 我要跟他结婚 不可以说我要结婚他 为什么呢 因为结婚呢 结是make a knot 婚是marriage 所以它已经是一个verb object了 所以它的后边呢 不可以再有object 所以如果你想说 I want to marry him 那必须要说 我想跟他结婚 那跟这些 见面啊 结婚啊 理发这样的词 一样的verb 还有很多 比如说 像帮忙 也是一样的 那大家 在学习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这样的verb 不可以在后面 plus object 那你在写书写的时候 这样的错误 就不要 最好 要注意一下 我希望大家 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提醒大家 理发这个词 不可以说 理发头发 只能说 我要理发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 这个是两位工程师 拿着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呢 给的词是一个verb 是讨论 讨论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 讨和论的左边 都是一个言字旁 那我们在书写 我们在阅读的课程里边 给大家介绍过 怎么去记词 我们说过 所有的左边有这个的字 都是跟说话有关系的 那么这两个字 就跟说话有关系 它是讨论 是to discuss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猜 可以现在可以说一下 如果是你看到一个图 这个图 看到这个词 你会说什么样的句子呢 我相信你一定 现在你一定可以说一些 非常难的句子了 那比如说你可以说 他们正在讨论 对吧 那我也可以把object变长 他们正在讨论 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们正在讨论是可以的 那我也可以说 他们正在讨论非常重要的问题 或者是我可以写一个啊 具体的工程师们正在讨论工作计划 或者是他们正在讨论什么问题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相信同学们听了这个课程以后 关于动词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句子啊 现在呢 除了这些以外 我也希望同学们可以写出来别的更难的句子啊 这样的话呢 在考试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了啊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verb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看到书写题的时候 看到图 看到词 那你发现这个词是一个verb 你应该怎么去做 好的 这个是我们的verb的部分 动词的部分 你学会了吗